還沒打到疫苗就已經氣呼呼 另一邊排隊民眾也撲口大罵 高雄美麗島站10號開放接種莫德納 但人潮空前踴躍 排隊人籠一直繞一直繞 延伸到各個角落 動線怎麼安排 已經亂成一團 民眾排隊向在罰站 光之窮頂統一時段湧入數百人 就是因為連沒預約的也能隨到隨大 我排快要一個小時 而且他三點半才開始 為什麼會讓我排隊 動線安排這裡看起來很乱 現場的服務人員也不夠多 到底有多亂 這邊還在排隊 結果衛生所又叫有預約的就過來 如果是有預約平台的請到這邊來 請那個警察拜託一下 維持一下資訊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完成了超過五百人次的接種量 那這個跟原先預估的這個服務量呢 是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美麗島站莫德納10號首日開打 就超過預估的五百人次 主管單位錯估情勢 緊急調人調針劑 實際接種破千人 進駐無阻醫療團隊 捷運站化身接種站 卻因為消化不了過多的人潮 導致場面差點失控 記者鄧民高雄報導 請你記者距文 請你記者距文 泥